台湾受到不少消费者喜爱的 美国知名冰淇淋品牌Hugendus 传出进口台湾的香草冰淇淋 还有香草桶装冰淇淋 在输入茶宴的时候 检验出含有极为量的残留农药 还洋已完 Hugendus就宣布了 将日房性的自主下架两项产品 也提供客户退货 还有消费者退款 消息一出 仍然让很多死忠的客人感到相当震惊 精心打造 丝滑浓郁 夏天到了不少人就爱吃冰淇淋消暑 不过美国知名冰淇淋品牌Hugendus 这一次进口的香草冰淇淋 和香草桶装冰淇淋 在输入茶宴时 检出含有极为量残留农药 还洋已完 让不少冰淇淋爱好者都很震惊 如果这样状况 我就不一定要去吃他们家 而且他们家的东西都不便宜 之前常常买 那如果有这种效益 可能会稍微再考虑一下 就怕引起消费者恐慌Hugendus回应 在相关的冰品中 没有使用还洋已完 对于抽烟出现这样的结果 目前震撼全球总部 厘清各环节 配合主管机关 执行相关查验作业 而目前也已经将 这两批有疑虑的产品 进行封仓停止出货 同时预防性下架 有疑虑的相关批号 香草冰淇淋产品 开发让客户退货 消费者退款 只是消息一出 仍有民众担心 万一吃到这款 含有残留农药的冰淇淋 对身体会不会有危害 民众若食用后 出现恶心或肠胃不适症状 就得评估是否需要就医 知名冰淇淋品牌 被剪出含有极微量 残留农药 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难免打击消费者 对商品长久以来的信赖 记者总的 不及待我们 master 一瓶 合乡 估ave 通